从前以法连说话,人都战惊,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,但他在侍奉巴黎的事上犯罪,就死了。 现今,他们罪上加罪,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,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,都是匠人的工作。 有人论说,献祭的人可以像牛犊亲嘴。 因此,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,又如肃散的甘露,像肠上的康笔被狂风吹去,又像烟气腾于窗外。 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,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,在我以外,你不可认识别神,除我以外,并没有救主。 我曾经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。 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,得了饱足,既得饱足,心就高傲,忘记了我。 因此,我向他们如狮子,又如鲍,浮在道旁。 我遇见他们,必像丢崽子的母熊,撕裂他们的胸膛。 在那里,我必向母狮吞吃他们,野兽必撕裂他们。 以色列啊,你与我反对,就是反对帮助你的,自取败坏。 你曾求我说,给我立王和首领。 现在,你的王在哪里呢? 治理你的在哪里呢? 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,拯救你吧。 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,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。 以法林的罪孽包裹,他的罪恶收藏。 产妇的疼痛,必临到他身上。 他是无智慧之子,到了产期不当迟言。 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,救赎他们脱离死亡。 死亡啊,你的灾害在哪里呢? 阴间啊,你的毁灭在哪里呢? 在我眼前,绝无后悔之事。 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,必有东风刮来, 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。 他的泉源必干,他的源头必解。 仇敌必掳掠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。 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,因为背逆他的神。 他必倒在刀下,婴孩必被摔死,孕妇必被剖开。